不是,即是 大佬無線100Mbps都沒有,怎麼搞的 所以換AX,等WiFi錄音 開始之前,告訴大家我家的狀況如何 我沒有那張床的,所以... 好,這次我們開箱的就是LINKSYS的ALYS PRO 6 一隻比較入門的MAS AX ROUTER 這盒裡面是兩隻的版本 速度方面,這隻是AX 5400 最快的頻率就給大家一個概念 如果買一些很高速的AX 6000那些,三頻那些 差不多要2000多到尾 它就好就好在這裡 價錢就不算很貴 印象中好像兩隻版本大概是2000多左右 一套兩隻就已經比一隻便宜了 打開裡面一大堆你永遠都不看的說明書 兩隻主體 另一個比較實用的位置就是 它作為一隻入門一點的MAS ROUTER ESPO 6就會提供三個LAN POD 和一個LAN POD 另外另外就是LINKSYS的MAS ROUTER 比其他品牌最大的賣點 莫過於兩隻都會有LAN和LAN的 即是沒有分子母機 所以某程度上可以拆開它 當成兩隻ROUTER用的 說完LAN POD之後,底部也有一些按鈕 有RESET,WPS,還有開關按鈕 應該比較少有一點 還有就是會顯示你的ROUTER的名字 PASSWORD 就可以很方便設置你的ROUTER 最後就是它會有一些配件 當然就是有LAN線、火牛 然後就拿回兩隻ROUTER 大致上舊東西就是這樣 也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你這些MAS ROUTER 頂到的就是給你LINKSYS的MAS ROUTER 就是給你LINKSYS的MAS ROUTER 裝完ROUTER之後 第一件事當然就是setup 用LINKSYS的APP 都基本的了,自己下載了 然後就找回我們需要的型號 又是那些,簡單的說 你鑑定了嗎?放在哪裡? 然後就找到網絡尾 搞完之後它會提示你 ROUTER上有一盞紫色的燈 然後就確認 然後就讓它又在這裡找 找到之後它就會叫你去建立帳戶 如果有的話就可以登記了 連結帳之後也是這樣更新 就是等了 再來就是幫我WIFI改名 之後就設定了 這個就是客廳 然後它就會叫你新製一個截點 另一個截點就是在我房間裡面 立即選擇 這個ROUTER臨時就先放在窗台這邊 也設定了 新增接電 然後下部 插電 應該也會穩 也是一樣 也是紫燈的提示 應該完成了 看看我的房間的速度有沒有正常 先戴上一個靚頭盔 因為家裡的HKBN上網應該有問題 所以拍完這條影片之後就找了另一個朋友的家再示範 可以看到不論是一隻還是兩隻MX50的時候 在霧場的情況下 接收也是最好的 可以完美地用盡1000MB的寬頻速度 至於B點廚房就分別不大 不過來到C和D房就有一點不同了 去到房間的單隻ROUTER其實速度也是不錯的 但之後再播放一隻MX ROUTER之後 速度就有Semi降低了 因為走廊位置不是導致電鍵 這裡真的沒辦法了 雖然是這樣 但之後房尾的速度明顯有改善 由原本單隻只有雙位數的上載 一下就跳到差不多近綁200MB 差不多有4倍的提升 而下載也有接近3分的提升 所以如果家裡有走廊的話 也不用怎麼想可以加多一隻 就可以了 下載速度是快了的 而下載速度也快了 跟剛才我用原本的ACROUTER 差異性當然大了 但這個數字是不是算是很理想呢 我覺得還有進步的空間 為了方便大家 App裡面有一個可以掃描通道的功能 讓大家在用AX的時候都可以順暢一點 再試一下iPad 即是用Wi-Fi裝置去看聽環境如何 速度也非常令人滿意 700多,差不多800左右 上載速度方面也上到300多 因為我的HABN是有點問題的 好像是上不到500 現在的數是合理的 再來在我媽媽的房間試試它 也有600多,都合理的 因為路線在外面 速度方面也頗快的 721下載和434上載 都頗合理的,因為路線在外面 再來就是廚房位置 我也不算很期待到它的速度有多好 但也有200多,300多 好過一間房間的問號 其實我是不是在房間裡不需要裝路線 它跟我在廳上的速度差不多 低了一點,但沒有我想像中那麼低 我們現在就試試把我的房間裡的路線拆開後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呢,我們先關掉它 證明我的房間已經沒有了任何的Mesh路線了 如果快了就真的好笑 咦? 其實我的路線不應該放在房間裡 明顯地是有提升的,都去到300多 可能我真的在這裡擺位有些問題 我們再測試一下 最後就是門口了 之前有看過了,有門鐘、攝影機 所以這個位置都是要Wi-Fi的 我們試一試它吧 很明顯隔了大門之後 它的速度非常非常不理想 尤其是這裡的攝影機,可能是高清或是4K 這個數字呢 有點強差入意 真是很慢的 你看,不懂得動的 所以我們就試一下把路線放在近門口的位置 然後再試試 那裡面的路線就OK了 看看效果如何 應該都會比較領想一點 有240多、250多 非常好的穿著能力 而上載呢 剛才是沒有效果的 現在也算是差不多有40Mbps 也算是可以幫忙把檔案放進房間裡 好了,這次的影片應該算是挺圓滿的 都可以做個總體給大家 還有一隻比較便宜的入門的雙頻S router 其實它的規格是非常不錯的 尤其是單隻的表現相當出色 所以相信如果大家對家的地理位置 不太有把握的話 可以先買一隻 就算試完真的發現家要多一隻的話 也沒那麼肉痛 另外它也解決了我家門口外面的兩隻KM下載和上載的問題 如果上次有看影片的話 應該看到我的preview片的delete也挺大的 相信也是關於router不夠力的問題 現在在門口加多一隻 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了 非常好 而速度方面 始終這隻也是AX 而且速度非常快 因為我之前用的那隻就應該是AC1200而已 相當大的差別 尤其是家裡開始有些AX的裝置出現之後 更加需要換AX router 因為不是用不盡它的速度 總結就總結了 如果大家不想花那麼多錢 又用到比較快的AX的話 S Pro 6就可以幫助大家了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的話記得是CRS 還有可以告訴朋友和親戚 如果想買一些便宜一點的AX 又要快一點的話 這隻Linksys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這樣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我也要收拾後面的爛灘紙 以及調整我的智能裝置 就這樣啦 完了 啦 XD XD